这个是一个心情缓和的办法 但是呢 时始终中还是你一个人 刚刚那么多人你是什么眼睛啊 还是 但是你没有跟他们交到朋友 交到了 我们俩是不是朋友 我待会微信加一下 我就这么一说嘛呀 转一转嘛 否则你叫我怎么转过去嘛 我们下一次风哥说话的时候 记住所有人就鼓掌 拼命我要死力 不要那么极端好不好 通勤的路上呢是很难熬的 是啊 而且是寂寞 是的 一个人特别难熬 对 我要带来的这样东西 它会让你成为一个交朋友的国王 哇 来 上我的火星解决方案 我的火星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就是 通勤好人套装 大家看我的通勤好人套装 大家先看我头上的这个装 很绿 你觉得你这样子上得了地铁吗 你管他 现代人缺两样东西 他会没有安全感 第一是钱 第二是电 手机没电了你会很难受 对不对 这个时候 你在地铁上看到了一个非常非常让你动心的姑娘 你如果直接上去问他要微信 实在是有点鲁莽 上去搭讪的话 姑娘你到哪一站下 这也特别的傻 但是你平时都是这么做的呀 但是有了我这个装扮以后 过去直接说 姑娘 我这个基站搜到了你手机站 哪是基站 基站嘛 这个叫WiFi就好了嘛 我这个基站搜到了你的手机 没有电了 你可以在我这里充电 而且我这里有免费的WiFi提供给你 你看他会不会突然之间对你没有什么距离感 不会 他会觉得你有病呀 你要是一根线就算了 你这么多根线你多花呀 不他要冲哪根都行啊 前锋 那么多姑娘围着你冲着你不尴尬吗 对啊 你敢不敢敢 我觉得挺困难的 关键是他找到这个姑娘的时候 他身后已经拖了六个姑娘站过来了 要命了 而且我们大家都用的是Vivo X23超长续航待机 根本不用充电 不好意思 我跟你说 充电只是一个幌子 什么 幌子 满头的幌子 白领上班很匆忙 下班也很匆忙 他可能忘了时间去吃东西 所以在这里 我就给他准备了这个旋转餐盘 但是都在你的夜下好恶心 怎么夜下 明明是肚子上 然后我会问这个女孩 她想吃什么 我就转到她的面前 哎你好有肥肠吗 肥肠没问题 妈呀真的有肥肠 真的假的真的假啊 漂亮 你觉得这个姑娘看到这种场面 还想跟你在一起吗 为什么中间有个二维码 在体验到我周到的服务以后 最后要收费的朋友们 你知道我这个二维码 要收钱的 这一盘三百 这一盘三百 因为你还要拿出手机来特别 就尴尬嘛 那你到底是为了就是帮助别人 还是为了就是交女朋友 你自己磨码吧 你自己磨码吧 说别说 就是一个交友的这么一个通情 让你不再孤独和寂寞 男的可以来吗 男的的话他的激战啊搜索不到 我一定说是要打断土木 不是打断土木 你的这些东西捧不起来 大家觉得这个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好的 蛮有意思 我也觉得蛮有意思 出门再来不容易帮帮忙嘛 我觉得就是打发通情时间过程当中 所有问题的 最好的就是彼此的关心 对 我们现在觉得在通情道路上 为什么让你觉得时间很长 因为我们现在的人越来越冷漠 对 你要知道以前真的是嘘寒问暖 稍微有一点不舒服 大娘啊 大姐啊 或者旁边的那个人都会问你 你现在一个人哪怕在高铁 或者是飞机上哭 无人问津 别人都不会管你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 玩手机啊或者是什么 做自己的事情 那我觉得前锋这样的 你这么一个玩意儿啊 就是他这样的一个设计 一个方法 真的可以让很多人 起码聚到这一起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还挺好 谁还有其他解决方案 我觉得其实这个通情道路上 要想很多方式方法才行 来 小文你有吗 你已经站起来了 局长没有察觉到你站起来了 没没没看见 文哥加油 站起来 文哥加油 文哥加油 加油 加油 我觉得在这个一天里啊 最重要的就是上班的时候 和下班的时候 在通情的过程当中 尤其是在地铁上 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拥挤 会让你感觉心情很烦躁 我是觉得我有音乐 我是可以忘掉一切烦恼 是的 真的 通情路上听歌的时候 真的会挺好的 对 隔离开烦躁 就是通情时早上出发的心情很重要 是是是 怎么让一天的开始 变得有积极有力量 对不对 没错 早上大家希望开心 要打鸡血 晚上呢就需要拥抱 需要温暖 你们有没有在路上碰到 让你们觉得特别 温暖的 温暖的人 我就有碰到过 有一次去买咖啡 被卖咖啡的人给认出来了 你知道像我 我和薛副局长这样的巨星 才能感受到就是 这话我都不敢讲 不是 我的意思 还有局长 我们才能感受到这种 对被人认出来的这种温暖 你觉得被认出来就是温暖的话 我和薛副局长平时都会被烫死了 烫 烫死了 真的 所以我们要去感受 温暖它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温暖是适度 就比如说我 大家不要把我当作是电视里的这个人 所以我有的时候经常去我们小区附近 比如说吃个米粉 他们就根本没有把我当谁 而且就很正常 没有把你当人 没有当人吗 米粉到地上吃 什么鬼东西啊 但是他们说杨迪去他们会这样 这是我的粉吗 因为我觉得那种感觉会非常让你觉得很舒服很温暖 对对对 很适度 韩哥来了昨天晚上录节目录很晚 多给你加一点 对对对 就那种普普通通的言谈就很正常很适度 对之前我在一个地方买东西 然后有一个这个阿姨抱着一个小孩 然后悄悄的来到我的边上 因为我在挑东西 然后悄悄的来到我的边上说 这个孩子是你 叫爸爸 爸爸 这么温暖的一个故事被你们毁了 然后那个孩子就这样亲了我一下 那个阿姨就说 总算找到你了 找到爸爸了 没事 电视电视上看他没关系 看那个孩子的眼还觉得有点像 神经病 你的故事怎么那么 神经病 那么温暖的故事 哼